佛陀的父亲慈悲的菩萨 这是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的书法作品 此书瓶中见齐 浑厚滑滋 细观之下乃龙蛇气韵 寻云流水般无植 诗与书不尽人间烟火而格高净容 此是书法史上受金草体的至高圣品 此文中的家尊就是义仲海先生 南摩第三世多结羌佛的父亲 此如同静范王与世家世尊的关系 而末法当下施老爷则以玄壶济世 来践行佛菩萨的悲悯 几十年来 施老爷美美到临近的王寺营中医殿 神医来了会顿时传遍四面八方的山民 于是直到日暮 施老爷没有任何休息 端来的饭菜到最后是原封未动 山民们满意而归 无不赞叹这位神医 不仅医术高明 而且翻文不取 只是义务为大家看病 就是无数病好者拿来感谢的礼物 都被施老爷换成了砖瓦等来修桥补路 方便百姓 自己却过着倾苦的生活 人们惊叹施老爷艺术高明 有一天 施老爷无意透出了一个秘密 他有一座原形土壁制药炉 外壁上有野风钻的孔 那些蜜蜂是佛菩萨派来的护法 要的每一粒粉末 都饱含着佛菩萨进西地的慈悲加持力 如此伟大的施老爷却尊称佛陀为上师 在接受佛陀摸顶加持时 从每一个毛孔流淌出来的无望前程 天然自成的真性相应殊胜道尽 无不是以佛为师的当下敬险 伟大的施老爷尊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为上师 表发了无始以来的佛法真理 佛陀注释 以佛为师 此足令天下云云的佛子们深思